廣東音樂 你一定要懂廣東話 而且要懂粗俗的廣東話 原來這與語言有關 不懂的人會覺得為何要走音 為何要這樣拘捕 但如果喜歡的人 熟悉老香港人 一定要聽到音律才爽 都是神韻比較重要 反而我們很早就開始閃動 不是寫死了譜 每個音符都一樣 廣東音樂聽起來以為是很通俗 但其實它是很精緻 今次我組合的曲舞 因為有投影 請了水和田老師來做 我也偷看了一些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那個漂亮不是很公筆的那種很漂亮 而是它的異景 它能否捉到那個脆味 即是男音馬脆 其實精緻得來 你覺得很有趣 剛才那首叫做《尼姑下山》 你聽名字好像很有趣 粵曲裡面有一些過場曲 有幾個小調 玩出來的東西是開心的 就不是很嚴肅 有自己的家花 有某些位置 我叫你,你又叫我 這樣